今天来介绍一个台裔的美国人 她是个女人 她的名字叫吴敏 她是几天前当选波士顿的市长 今年36岁 她的父母来自台湾台北 她的早期 她父亲跟母亲就离异 到后来 她在学校里面 读书成功 然后进到哈佛的经济系 到2007年毕业 毕业之后 因为母亲精神上失常 所以她必须要回去照顾她的家庭 这个时候 她还有三个年幼的妹妹 在我后面这个就是她的其中两个妹妹 目前是她的 她是她们的监护人 然后她还有两个儿子 她的先生是 耶鲁大学的商学院毕业的 她自己后来在2009年回到哈佛的法学院 一直到2012年毕业 毕业之后隔一年就选上了波士顿的四议员 然后蝉联四次保 到了2016年到18年的时候 她是波士顿市议会的首任的亚裔女性议长 在这个职位的时候 她所获得的这个票数是 在有史以来波士顿的市议会的四议员的 是第二高票 好像是六万五千票 除此之外 她的故事 其实感人的地方不是说 她是多么的成功 而是她是怎么样站在失败上 从失败里面走出来 当她在照顾她的母亲的时候 她提到一个故事就是说 她母亲有时候静静出入这个精神病院 她母亲跟她讲说 我已经好了 所以我要再回去芝加哥自己住 那因为母亲毕竟是 她那个时候也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女生 母亲跟她这么说 母亲以她的这个年纪 跟这个作为一个亚裔的一个妈妈 在这个女生的二十几岁的女人面前 她还是很有威权的 所以她认为她妈妈做决定她应该要尊重 于是她妈妈回到了芝加哥 但是事情没有经过一个月 她就回去拜访她的妈妈 发现说她的妈妈的家里头全部都是老鼠 到处都是一片的杂乱 然后堆砌物 生活已经是 又是在一个非常崩溃的一个状态 当天晚上她去买了 她说是上百个抓老鼠的这个抓鼠气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些老鼠给抓了 然后把这个整个局面再安稳下来 在这个时候她了解到她必须要进入到一个 这个一家之主的这个位置 那她就把她妈妈再一次的接回到她波士顿的家 那在她这个当这个市议员的过程里 她经常是在这个市议厅的外面 来这个给她的孩子喂奶 哺乳 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 她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 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一次的圣选当中 她是第一个女人 她是第一个亚裔 她当然是一个第一个台裔的美国人 她是第一个妈妈 她是第一个少数少数民族的女性 这些都是她首创 这些都是一般人认为这是做不到的 但是她证明她是可以做到的 当她在竞选的时候 可以看到她是她是背着她的一两岁的小孩 就在她的胸前 一边一边背着她 一边在做竞选的演说 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她是没有父亲的支持的 也没有妈妈的支持 而是她支持的她的妈妈 她兼护着她的两个妹妹 然后她同时还得要照顾这个四岁 四岁跟另外一个 好像是稍微大一点 是不是六岁的一个两个男生 所以这整个过程 对于一个她目前是三十六岁 这么年轻的一个妇女 这是无法想象的 她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站出来 那她整个的转类点是在于 当她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 她开了这个茶店 开了这个茶店之后 在这个芝加哥的地方开了这个茶店 然后她要跟这个City去申请一些 相关的一些 就是补助啊或者是 一些商业营业相关的 的证照啊等等 这个时候她得到很多的主燃 于是她体会到说 这个 这个市政她并不是在一个 在是在一个 不很理想的状态 是需要改善的 她在这个时候她体认到了 她是可以有担当的 她是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 她能够替那些得不到这些 应该有的这个福利 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公民的福利的人 去争取 在这个转类点上她意识到这个事情 于是她回到了哈佛去念法学 法学士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她解释了她的教授 她的教授是教这个 这个 contract law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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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打企业的这个法律 这个女人 是一个在美国民主党 相当有名的叫 Elizabeth Warren 就是 娃伦 她当初是在 她那个时候是在 哈佛法学院教书 那她受了她的很多的启迪 那她目前 她算是 这个 Miss Warren的一个 一个门生 一个门徒 英文叫Prestige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2012年的时候 她替这个Elizabeth Warren 在竞选 这个国会议员的时候 帮她做 所谓的这个 Constituancy Director 就是说 怎么样在不同的 组成分子里面 她是做一个 Director 就是说 是一个经理人物 然后去跟这些人做沟通 然后在不同的族群里面 她来 产生影响 比方说是 怎么样的少数 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 这个 比方说是 同性恋 或者是说 这个是非语义 这个是 就是不同的族群 来做这样的一个 竞选的工作 那这个过程里面 后来 Miss Warren 在当选 所以 后来 Warren跟她有 很好的互动 那 当她在 要竞选这个 波士顿市长的时候 2021年 今年的时候 这个 Elizabeth Warren 给她很多的支持 替她 替她 全力的替她 替她 替她竞选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她得了很多的助力 最后 能够很顺利的 站上这一个人生的舞台 然后再一次说 就是说 这不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这是一个站在 从很多失败 很多挫折中 一个勇敢面对 挫折 一个 没有办法 让别人跟她说不的 这样的一个女人 从 这么多的 不顺利当中 她排出万人 今天站到了这个位置 这个故事 跟我们讲 说 我们 不可以对命运低头 我们要能够 在各种 不可能当中 寻找那个可能 那这个时候她 她提到了很多的 政见 其中 一个最 一类 有名的叫做 Green Deal New Green Deal 那这个New Green Deal里面 提到的 有一些相关的事情 又 是比较偏向于这个 就是 Miss Warren 她们这个 所谓的 不算绿党 她们是属于比较 要 这个 赞成这个 更多的 去照顾这些弱势 族群 然后更多的去 注意 注意这个 中低收入者 他们的 住房 有没有足够的 怎么样去照顾这些 人死的 他们不会被 被 从这个 这个城市里面 等于是被 摒除在外 比方说 经过这次的疫情 有很多的商家 特别是那些 不是白人的商家 就是 比较少数民族的商家 他们其实并没有得到 政府 要给他们的资源 所以很多的 资源是没有 分配的 很公平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 她看到了很多的 需要 一个市长 来站出来 来替这些市民 来发声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 她怎么样的 从 这个 时事里面 从这个 疫情当中 她看到了 要怎么样的 来 照顾 各个族群的需要 这个是她所 提认到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真的是可以看 看出来 她的力量被激发出来了 那 我自己也很 很 激动 也很感动 就是她的整个人生的 这个过程 因为跟我自己 在我的人生里头的 很多的故事 也是 很有 很有共鸣 所以我 由衷的想替这位女性加油 一个36岁 有两个儿子当监护人 有两个儿子的妈妈 然后 要站上这个美国一个政治的 舞台 我相信以她这个年纪 然后在 已经在波士顿这个 政治舞台上 角逐的这个头衔 头衔 将来她的 政治的生命是 无可限量的 当然这里面她还有很多的事情 是需要她的智慧 来向前 做 各种计划 希望她这一路走下去 能够走得 稳健 能够 走出一条 披荆斩棘 然后也是一个康庄大道 作为一个 台湾来的移民 我们 祝福她 希望她能够 继续的替 更多的 在美国的 少数民族 当然也包括亚裔 来发生 在她这个竞选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她的 西班牙语 跟她的 国语 国语 是非常流利的 而且她还可以 在 大众的场合里面 做钢琴的演奏 这是一个 多么有力量的一个女人 但是她 想必是有她脆弱的时候 当她看到她妈妈 在那个景况的时候 她 是 泪流 泪流而下 有多少的时刻 她必须要 告诉自己 要勇敢的 站起来 当没有人能够 替你肩负 你所要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 你就只有咬紧牙关 来面对你 人生的 各个的转捩点 然后 同时也 这个 从自己的家庭看起 然后 把这个精神 贯穿到 这个 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就是贯穿到社会的其他层面上 然后去关注其他 弱势的 这些 这些族群 我想这是一个很巴人 深省的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刚开始 它并不是一个终点 它 有带我们 继续的 来替他 祈祷 也替他加油 相信 在全世界的 华人 台湾人 这个时候 也都替他喝彩 然后 也 也由衷的祝福他 能够在这个路上 替更多的女人 做出一个好的榜样 然后 他的儿子 在他竞选结束之后 问他一句话 我在做一个结语 他问他妈妈说 一个男生可以竞选 波士顿市长吗 这句话 这句话 确实是 听着让人觉得 很值得深思 就是当一个人 一个女人 她做了一件 一般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 她的儿子 四岁的孩子 所问她的一句话 我们以这句话 来跟大家 共同勉励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赏 再见